喂 结婚 到哪儿呀 不是 还没出发呀 什么 没打钱 怎么可能啊 来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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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 模特说没收到钱来不了 你说什么 模特没收到钱怎么会这样啊 而且你怎么现在才说啊 这我都安排好了呀 我也是刚知道 活动马上要开始了 那咱们怎么办呀 是啊 我们都弄那么大场面了 总不可能今天临时取消吧 当然不能取消 大家的心血不能白费 我先热场吧 尽量拖延时间 你再联系一下那家摩托公司 只要能尽快赶过来 我用自己的钱先给他们借款 放心吧 我绝不会让这场秀 因为我搞咱的 筹备的还是挺好 梦回老上海 可别搞成穿帮老上海了 各位亲爱的顾客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宁百货 今天我们为大家蒙重推出了 梦回老上海系列活动 在此次活动中 我们邀请在场的所有女性朋友 一同穿上美丽的旗袍 和您最爱的人拍一张 具有老上海风格的合影 一同体验 这穿越时空的美丽传承 穿上旗袍 重回老上海 拍美照 留住真情在人间 有没有人想要第一个体验一下呢 请问阿姨 要不要和你的女儿体验一下呢 冰季风格的母女老上海风格的合影哦 要不要试一下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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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一下吧 不用了 那这两位漂亮的小姐姐 要不要试一下 那里有好多好多漂亮的旗袍 不用了 不用了 谢谢 要试一下吗 你看吧 我就说要穿帮 要是场子呀 再热不起来 这好不容易聚集的人啊 就都散了 你干了什么 我没干什么呀 不是 叶总 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我什么都没干 你要相信我 真的 要不要试一下 我想你穿旗袍一定超好看 真的不试一下吗 真的没有人想要试一下吗 难道你们不会觉得遗憾吗 大家试一下吧 你不觉得遗憾吗 今天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很多款式的旗袍 高阳 来一下 李总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乐剧团的吕阿姨 女儿马上就要出国了 想在你这儿拍一个老上海风格的合影 怎么样 欢迎吗 欢迎欢迎 当然欢迎 李总 谢谢你 来 我们这边请吧 这边 我先给你搭配一下服饰 保证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保证给你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这什么情况呀 来 两位美女 坐近一点 表现得亲密一点 好笑 好看这里 对 走近这里 笑 好 来 穿起来 对 你怎么了 好 我好羡慕她们 我很小的时候 妈妈就去世了 如果真的能穿越回去 我好想去看看妈妈呀 你们的相片打印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 还满意吗 这两件衣服我们可以买下来吗 我们还想去门店看看 这耳环我妈妈很喜欢 可以一起买下来吗 当然可以 今天所有的服装配饰 成名百货都可以买到 你看 我还特意搭配了几套方案 标注了专柜位置 供你们参考 我太喜欢这张照片的感觉了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上气袍拍这样的照片 真的太谢谢你了 你太客气了 你们的喜欢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 好 高阳 模特到了 各位顾客朋友 接下来就给大家带来一场 视觉盛宴 梦回老上海服装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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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袍之美在于恰到好处 是内脸与张扬的折衷 是雍容与典雅的融合 她是中国服饰发展史中的精粹 是东方美与中华情的代表 完美的体现了女性优美的线条 穿上旗袍就仿佛有了水一样的灵动秀美 如同行走在青石板上的江南女子 一路远去一路幽香 旗袍与韩旭和张扬之间 将东方女性的柔美推到了极致 来我们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些旗袍的盘扣 滚边镶嵌和刺绣工艺 都是我们中国特有的 可以说旗袍是我们中国 悠久服饰文化中最灿烂的智慧结晶 是勇于追寻时尚的先锋们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这就是超越时空的馈赠 让我们大家一起穿上旗袍 去感受那百年的牛津岁月 让我们把旗袍作为赛体 来细细品味这穿越时空的美丽 这穿越时空的美丽 这穿越时空的美丽 太好看了 真的好喜欢啊 太漂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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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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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当然没问题 这位老人家气质这么好 想必穿旗袍一定会很好看吧 谢谢 我建议您呢 可以选择蚕丝面料 这样更能称出您的雍容华贵 您好 我们也想拍一部老上海贵蜜照 可以吗 当然没问题 谢谢 至于你们两位小姐姐嘛 我建议你们可以选一些 青春靓丽的款式 好呀好呀 谢谢 好好好 别着急 大家都能体会到旗袍之美 干杯 干杯 祝贺 你们梦回老上海的活动 终于顺利圆满完成了 这要感谢李总机敏善变 帮我们写了燃眉之急 要不然我们因为模特这事 真的功亏于愧呀 而且啊你们都不知道 我今天站在台上 没人跟我互动的时候 别提多尴尬 多亏李总给力 否则呀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 那你要怎么感谢我呢 那还不简单嘛 今天这顿饭我请了 真的 嗯 哦 等一下 嗯 嗯 嗯 我最近 手头有点紧 不过我下次一定不请回来 唉 这李总又不缺你这顿饭啊 你就敬李总一杯酒 燃燃心意就得了呀 好 那我就自罚一杯 我敬你 哎 高雄 这杯酒啊 我应该敬你 梦回老上海这个活动 之所以能成功 离不开你的创意 所以 我敬你 你 那这第二杯我来 嗯 谢谢 你呢 已经破了两次宵禁 如果一身酒气回家 你的凡人房东肯定不开心 我怎么能让我的大功臣 三更半夜到家了之后 还受人批评呢 如果这杯酒我喝了 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送你回家一次 李总 这 这是酒驾 那我就预约下一次了 好吗 来 吃饭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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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